看一看土匪拿兄弟当了挡箭牌 罗连长不知是否真的该开枪 楚玉琴更是在旁疯狂阻拦 无论如何不能置战有生命欲不顾 然而面对兄弟的不断请求 罗连长为保身后人的安全 当机立断下令开枪 战士们都跟土匪开始玩命 没一个贪生怕死的 土匪一个又一个在枪火前被击毙 即使有人不幸倒下 另一名战士很快又会接过他的枪继续战斗 原来戴德山早有预谋 在德山药房挖了一条直通城外的地道 匪徒化装成老乡在城中引爆炸弹 攻城之战开始 众匪手中赏之下如嗜血恶狼扑向涌霸 枪声四起 毫无准备的战士一时死伤无数 可戴德山的真正目标 却是一名叫菲菲的女人 此时菲菲正被楚玉琴派人严密保护 看守不知菲菲重要性 却抱怨不该干这窝囊差事 应该拿枪去跟土匪针刀针枪干 本来人手就少 还得在这儿少一样 你说她在楼上喝口水淹死了 那咱们是不是就不用在这儿盯着了 那也得先跟她打个招呼呀 要不然谁知道她被水淹死了 然而局势急转直下 士兵来押送菲菲前往县政府 却被一名国军枪手给盯住 此人枪法不下于老董和谷天下 同样都是一枪爆头 而随着菲菲的一声惊呼 也终于落入了敌人手中 四个小时即将过去 可政府臣似乎已经赶不上了 感谢观看